卖淫集团为了招揽顾客无所不用其极 除了逼迫外国女郎下海卖淫之外 更推行了薄利多销的策略 性交易的最低价值需要50令吉 而马夫从妓女的皮肉前抽取20令吉的佣金 武器阿曼反风化速赌及私会党取缔组 昨天到吉隆坡路右路和敦拉萨路的廉价酒店 展开突击行动 结果当局逮捕了27名一名籍女子和一名越南籍女子 他们涉嫌在附近商店的五角机招揽嫖客 然后再带到酒店开房 警方也逮捕了7名马夫 并取货了4500令吉的现金、信用品和安全套 当局相信马夫扣押了这批年龄 鉴于20到37岁的外国女子的护照 威迫他们卖淫 警方将援引2007年反贩卖人口法令 和1959年移民法令第55支B条文调查此案